我們縣政府 國局組的主管 各位議員當中 各位媒體幾次 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來 先讀上次會議記錄 第二次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年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三十一分 地點本會議司廳出席張議長明達等二十三人 內席張縣長花冠等二十六人 來賓各報社記者等二十五人 主席張議長明達 秘書長黃尚文 議事組主任張燕博 記錄盧鎮道林律王立寫黃旭平李靖榮主席宣告開會 一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議事日程 二 議事組宣讀第一次會議記錄 二 縣長施政總報告 三 主席財事 預言所需資料 請各局處於三日內送交本會四三會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以上 各位同仁 我們對上次會議記錄有什麼意見 沒有齁 沒有齁 我們就繼續啦齁 我們今天排定的議事日程是 國局處的這個工廠部局齁 今天我們排定的有民政處、教育處、經濟發展處、建設處、水利處、農業處 我們現在就請民政處齁 來 共同部 大會主席 長議長 以及各位議員 還有以及各位媒體記者 還有各位議會的同仁 大家早 那民政處的公眾報告呢 降入八十月到九十四月 那重點在第一月到第四月 請 公請我們這個各位議員先進呢 降夜 那以下呢 就這幾點呢 做折藥的說明 第一點就在105年度呢 那建前這個地方發展技能基礎建設的部分呢 那包括社區集會所還有活動中心的興建 還有周遭的修建 還有基層的一個基本設施的一個修建 總共有七案 那還有以前年度保留的三案 包括阿里山的風山活動中心等三案呢 那都熟悉的在進行當中 那第二點就105年度的基佑村里長 特佑村里長還有村里的行政人員呢 那為了表彰他們平常對在第一線工作的貢獻呢 那我們也由公所臨審 那報到縣府來呢 那我們有折憂 報到這個行政院 奉合定有六位得到行政院一個頒獎 那其意呢 就用縣的一個頒獎來講 來鼓勵 那第二部分第三點就是 校型獎 為了要推動我們這個社會呢 對長輩的孝順的一個政策呢 我們也有這個校型楷模 總共有八位 那也有報一位 獲得新港的這個 弘欣錦先生呢 那報到行政院獲得 縣的一個獎狀 那第四點就是這個公共造產的一個考核呢 那縣的在這一部分呢 受到政府的考核 也獲得藍區的第一名 那我們也輔導了譽子 跟這個太保兩個公所分別 獲得第一名跟第二名 他們也有拿到這個獎金 那這個原住民的部分呢 那部落大學呢 是一個 如何把這個原住民的一個文化 跟他的一個語言 還有一個傳承 那所以我們這個部落大學呢 他負責這個責任 那今年我們特地呢 唯有在地的一個阿里山國中小 來負責這項業務的推動 那其他的一個所有的學校呢 就阿里山的部落的學校 都來共同協辦 這是一個政策的一個改變 過去我們都單獨有一所學校來辦理 那第五點就是這個 附贈事務所的一個整病呢 那原來有18個附贈事務所 我們經過三年的前置作業 在今年6月27號 正式的實施為四個中心所 還有14個的一個辦公室 那整病呢 那也就是說服務不打折 在原先的一個附贈的辦公場所 我們只是給他改為辦公室 但是整病以後呢 由四個中心所來負責督導 那就整個一個人人的調度呢 可以說更一個更靈活 在衛民服務的一個這個效率上更好 那第七呢就是在兵役的部分呢 今年的明浩二號演習呢 在三月辦理完畢 四月辦理檢討會 那總共動員呢 1600多人 可以說動員69個單位 包括各級的中油台電的四月單位 還有學校 尤其是為了讓社區呢 在這個民眾呢 能夠體會呢 當這個一個真的戰爭發生 或是災害發生 怎麼去做這個社區的一個 一個駐救等等 那我們動用了一個大概有1690人 那也派了大概邀請了 邀請了大概1000人來做一個參謀 一個觀摩 大家的一個互相的一個學習 那以上呢請各位議員先進來指教 我們民政處的工廠報告 國議等於你有什麼意見 要表達嗎 沒有啊 沒有請坐 來 來 卡洋鲁 台北主席,我們長議長,府議長還有各位議員先進,府會各位同仁,媒體各位學朋友,大家好。 好,到處的廣州報告書面資料請重點業務請參與,第五約到十二約,廣州報告的部分請參與,第九十五約到一百三十一約。 首先,我們要代表我們教育處所有的同仁,感謝議長、府議長以及各位議員先進,對於教育預算的支持,以及教育活動的參與和基督, 讓我們每一個小孩都可以在溫馨和諧又安全的一個環境中,做有效的學習,讓每一個孩子都有成就。 我們大家都知道,教育在我們每一個人的成長規定當中是很重要,很重要。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進得最大的努力,來負負他的教育專業。 我師兄,他自己的心情,就是說,我來教育館政府服務,不是要來這裡做好處長的, 我是要來這裡做好處長的工作,來其勉還有要求,校長和老師去學校,學長就是要做好處長的工作,不是要做好處長而已。 老師應該充實自己的本質學能,做好教學的工作,把每個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來教。 所以,我們每兩位人都有辦理一項校長的成長工作方,就是要傳承校長的經驗。 我們也有資深校長,或者對戰隊比較有研究的校長,做事務的探討和傳承。 讓校長,讓我們了解什麼是校長的工作,因為每一間學校,校長的工作是沒有學生。 所以我想,這個必須心態有所轉變,才能做好本身校長的工作。 每一位人都有國教輔導團,將對老師專業的提升,去學校,教老師做基德,做負德。 那我們也,很多老師參加我們教書專業發展、評鑑這個工作。 還有精進教學各項計畫,來提升,來教學這個專業。 國民教育是一個基礎教育,是一個基礎教育。 主要是在培養我們孩子,基本的生活、智能、生活靈力的培養。 所以,本身一直以來,推動了家教五戰。五戰就是五種好的能力。 包括品格力、認同力、英語力、清水力、健康力等等。 就是要養生每一個年輕人,都要懂得對人感恩、對事負責。 對東西要認識,對自己要有自信。 那麼也都能夠,有一個愛親賊、守住室、有禮貌、懂是非的一個人文飼養的好孩子。 那其實我們在英語力的提升方面,我們除了研系品格英語學院、文光國際英語村的情境體驗以外。 那從今年開始,我們三位,一起版英語共學計畫。 簡單來說,我們利用這個拜三的布,拜三的布就是不可。 那為了提升我們英語的學習力,所以我們就將臨近兩所學校,甚至三所。 那麼有預願的家長或者老師,我們就一起把它集合在一所學校。 那麼我們就專門安排比較優質的英語老師。 甚至有外國的外籍英師來實施合校。 好,這位粉靈,粉靈的英語教學。 因為藝人的學校,藝人的學校,藝人的學校是怎麼好。 那因為先以我們本身的經費,我們今年是先七百三的店。 七百三的店。 包括有我們同學,跟他成熟分析和穩港。 那我們獨奏,大概,這幾間學校都有做, 有張偉尊,他有那個錢,做那個統籌應用。 包括我們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那個那個貴膏,跟我們這個貴隶。 那另外,開支進行會, 會想要我們這個活動, 他本身要建築,更了六角和蒜頭做會。 英語共識的這個價位 這媒體最近現在有在補 我想這是我們雖然剛開始 但是效果很明顯已經都看到了 希望可以改善我們管來 偏向英語輸出不足 甚至英語學習環境 不好這個現象 另外要因應的小班小校入獄增多 彌補我們同產互動少這些困境 所以從這個開始我們香港有不正處 辦公辦學校的計畫 就是說將臨進一間比較大型 一間比較小型 他在四十歲以來小型的學校 一間大學在學校 像有議員配合的學校 我們這個比較電性是民眾的內紅 每個星期大家安排一天 或者兩天 他適合混在一起上的課程 比如說英語社團 就是說舞蹈啦 是這個國庭啦 這個體育啦 甚至美流 藝術輪流的這些課程 把它合在一起 讓我們小校的孩子 也有大校的一個視野 一個視野 可以享受兩套學校的師資 我想這些對我們偏鄉孩子的一個翻轉 來這裡集合啦 另外我們要求素性發展 我們中國國中 我們中國國中 今年也要出版記子課程 往下延伸到一年級 那一年就讓他有這個職業試探的課程 我們差不多兩天 可以去這個學去看 可以用這個老師 來跟我們講相關未來 整個職業的一個引導 讓孩子可以及早找到自己的定位 自己的亮點 另外我們教科技大學和中政大學的專業 發展合作 還是持續進行當中 目前我們大概有十一所 十一所學校 跟我們這兩所大學進行專業發展合作 通常我們大學的教師 有給老師對專業主任的一個輔導 跟指導 那台專師兄 那孩子可以來帶我們的孩子 帶社團 或者議題式的這個引導 我們孩子 甚至高調我們可以去台學 享受他們大學的資源 看看哪些科技是要做些什麼 這一個實際的一個探索 那另外 我們要了解每一個學校學科 每一個孩子學科能力的表現 那麼這是事實的一個補救教學 所以我們除夕 我們已經辦三個檔 學科能力測驗 檢測 那麼讓具體量化的數據 來刺激學校 人家能做得到 我們也要自己去提升 我們給校長的領導老師 去檢討我們整個教學技巧 平良的方式去做調整因應 最近大家一直關心的太陽館二期工程 我們沒想到已經公開在照片 我們國教室邱使長 定義這個拜師 這個拜師 阿布要來現場市場 為了提升日後 你要開一間館很簡單 特別營運管理 可能就比較需要專業技術 還有經驗 所以為了提升這些成效 我們目前 我們管理會很積極 現在講到的指示 我們需要爭取台中科博館 可以納為它的分館 比如我們這個太陽館 我們大概也是太陽觀測 跟力量 還有太空中心 這些科學教育的部分 跟他們有關 希望他們能夠納為分館 以後未來這些展品 可能這個資料比較豐富 那麼能夠將我們國家的一個 科學教育的資源 南移 往南移 能夠造福我們中南部這些民眾 甚至我們的每一位小朋友 另外棒球場的整修工程 在未來要進行財源 所以在改善完成後 即可來正常使用開放 為了爭取 能夠升格為國家棒球培訓的發展基地 那麼日前 我們以前委託台灣體育大學 做整個園區的整體規劃 整體規劃 整體規劃 我們有定義 我們十月中 即可將我們整個 掀起的規劃 送達中央正式 邀請他派演來會堪 納入 這個國家棒球培訓中心的規劃 本來能夠獲得中央的支持 那未來 我們國內的國際棒球比賽的選拳 和結婚 差不多半小時的時間 都會在本館辦理 那麼我想這個另外半小時的時間 我們大概也可以讓外國的球隊 來做一地信念 所以未來 國際一流的球員 球隊 來我們教育的機會 做很多 那麼 對於本線棒球的發展 地方的反應 一定有相當的期待 那我想教育書牽頭萬事 那經委萬端 那因為現在我們人力它有限 那這部會說的應該有很多 那警察我們各位議員先前 可以包含隨時給我們知道 那一想是我們重點業務再要這個報告 那報告完便 我們說請主政 謝謝 教育處的工作報告 各位董人哥 來 插起將議員 主政 我請教育 好 我們那個 國中秀的老書 老書 我們有分專業的和 真正和那個專任嗎 有啊 有啊 專任的部分是 我們還有補助人事業 對不對 對 對 是啊 那堅證的部分是 有補助 這個 診受 這個終點會嗎 因為你說的就是說 這個 代理老師 還是台客老師 這個問題 對啦 我想這個 那一關課稅配套 這是 中央補助 中央補助 對 我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 減進的老書 他有一個標準的吧 看我們這個 這間學校 大小店 辦搜多少 有規定說 這間學校要有幾個堅證嘛 對嗎 一般 現在如果20個,我們都要20班,比20班還要低了,大堂是比較大堂的 是,都要6班的比較多 所以基本上一堂都要2個 差不多,他每年都要收解 他1.9多,最近合理研究 他這時候,今年都要差不多2個 平均他1.9多 對啦,是 本事就是,你才有了解,這個 上部補這個我們堅任老師起來,還是專任起來 補起來,要補給你補處合定吧 一般是... 聽說是這樣嘛 我們是有好好就地起財啦 要依規定來辦理啦 當然最重要,要讓我們知道 他是不是要補給我合定,看這個人有下主價不下主價 當然喔 對嗎?因為這有侵犯到補佐款的問題,補佐整頓總電會的問題 也有主席 本時就是說,你尊重我們教義官,裡面有國秀、國中的 有對幾間學校、學長補起來,不下主席 因為這不下主席,就是必須是我們沒有孫子 我們有處選擇嘛,因為他就必須,永遠就沒有支援 沒有這個整頓總電會給我們嘛,對嗎? 正解義官,不夠錢喔,怎麼可以? 也不可以讓校長一手遮天啦 當然喔 本席是說,我要接受這件事,你帶的資料 你貼一帶就要了解一下 貼一帶就要了解一下 有對幾間,沒有還是沒有下主席 有對幾間,是有下主席 這個資料給我多少? 好 好 好 做一個統計表給我 好 做一個統計表給我 全民了解一下 好 這資料我們也最精力 全民 因為你應該有資料吧? 有啦,有啦,這有大地有大地有 他們要發薪水利 因為這個政策一改再改 不過我們可以很困 不管我們是用政策代理 或者是檢台科 老師一般上我們有一個進用的順序 一定是要有老師主席有夠時間 什麼成分,太多分,什麼心理 成分這樣 如果沒有,最後是可以請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生態複雜 因為生態複雜 你如果要請第一孫的時候沒辦法 不過我們進用都有它的順序 有它的規定 有它的規定 我們大概都有按照規定 沒有辦法去細心 沒有辦法去發薪水 這除了我們的一種兩者準備 對幾間是沒有下的 好 是真正沒有下 真正也要有下的條件 應該有啦 包括資源教學 那個有去檢測 檢查過的 那都會刷 好啦 我們分類 這個算給我們蔡議員 謝謝 來,講完爭議員 謝謝議長 那個處長,我請教你 我們今年度 就是代理老師 代課 代理老師是不是原而有增加 因為中央就是有分配 那我們嘉義線大概幾位 我們 今年大概有增加200幾位 他這是 將我們過去課稅配套 老師減受終點時速 他減到這麼接受 過去是由我們來請代課 這個代課要直接直接這樣補 那現在就是這三四年 無論我沒有什麼 行政工作 很多人要做行政 所以 他要做人的整合 做合理研究 就是說你幾班 現在不是用一班 像過去一班 1.65乘以這種研究 他現在用對照表 我六班就是12師 十三班就是幾師 用對照 一個對照 把它整合 現在把它整合 整個完整的代理 所以目前全縣有多少老師 我們全官 是全部老師的所謂 這不是 好 就是全縣的 目前就是你說合理 原額的代理老師 有多少 我們今年全班200幾個 全班200幾個 還跟原部 所以總共幾個 應該 上次授餘科 另外一個 分文別類來用 我們本身 就有代理的基礎 所以應該是 好 那我請教你就是他們 我們應該是差不多 八月份 八月中 八月初就開始陸續招考了嘛 對不對 開始陸續禁用 所以我知道很多 大概都八月份 就搞學校去上班 8月10號 10號 一年一聘嗎 是一年一聘嗎 不是正學的 都一年一聘 一年一聘嘛 對不對 有老師 從八月那時候 開始上班到現在 都還沒領到薪水 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正常是 半年到十月 十月 才百錢 你說對 十月百錢 到十月 像十月百錢 教育部 所以這些錢 代理老 處長你先聽我的問題 所以這些錢 是全部都是從中央下來的 是 然後我們 嘉義憲政府 需不需要 支付到 教師的薪資 他2688 他這個 合理研究的理由 2688 和課稅配了兩條錢 加起來 過去這都請 鹹台客 現在把它整合 是 完整的倫理 可以請代理 所以不就零散 才可以 要求老師回歸 或者是說請 終點的方式 對 所以這些 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錢是 我們都要等中央給我們 我們還要發薪水 給老師嗎 不是我們 如果嘉義憲 我們本來四肢不足 我們本來就有那些經費 應該就是薪水 你們公務人員 你的錢也是要花錢 譬如說 像11月 你連領到你11月 整個月的薪水 這些老師 他們八月就開始上班 到現在還沒領到薪水 怎麼感到 沒有 這應該是都領到 沒有 應該領到 沒有 你可以現在問 應該是有 沒有領到薪水 八月份開始 到現在沒有領到薪水 那你叫那些老師 要怎麼行嗎 這個月 你在說沒有 這有可能是因為教育部 你現在請你們裡面看 有沒有那個 連線的茶 哪一間有領到錢了嗎 全部都領到錢了嗎 有嗎 剛薪水去學校而已 這薪水 你們今天早上公文 才給學校 然後說 今天播到學校去 八月份到現在八、九、十 再要11月了耶 幾個月沒有領薪水 你叫他們怎麼過日子啊 當然 這我們沒有管理這樣 我剛才認識過 就說 一半千萬 所以你有 歡迎這個問題 讓中央知道嗎 有喔 這有啊 現在換政府之後 現在他整個銜接上 這個就delay很多 我們很多抱怨 不過部裡面好像有 很多抱怨 你有跟中央說嗎 有喔 有知道說 地方的困難在哪裡嗎 有有有 對啊 那像現在這老師 那我希望 處長你可以再努力嗎 這可以可以 因為他們薪水還沒有領到啊 如果說有的房子比較好過 那就是有的 要出來吃頭 就是要扣這份薪水 進去生活 你看八月、九月、十月 現在十月底了 沒那麼就錢 頭的七月子 有這個現象 未來就都沒了 有啊 所以這部分我的相互裡面 而且我告訴你 你現在只有八月到九月薪水 買賣給人而已 十月又沒有 他們還不知道 當時看他們才十月薪水喔 沒有啦 現在一月就是一月一份 一定有 確定嗎 那是月初還是月底 未來 因為他在適用勞機法 一定是未來 他們是用那些老師 適用勞機法 對 所以那些那些代理 欸等一下 你說那些老師適用勞機法 對啊 那我請教你喔 今天是十月三十一日對不對 對 你適用勞機法的員工 是不是應該休息 不過 像這個來說 他還沒有受勞機法 那種保障 對 問題在哪裡 這是中央規定 還中央的問題 是啊 你都不歡迎 有啦 歡迎就不聽了 這是什麼 政府不是最後溝通的政府嗎 這我也是很難的 對不對 你說這些代理老師 他們適用勞機法 那勞機法 他們今天應該要休息 可是公務人員在野老師 像我們現在 大家都在這裡開會 你們在這裡上班 是啊 這些沒有適用勞機法 所以自己要上班 你說那些老師適用勞機法 是怎麼他們可以上班 這樣你這班 要用雙倍嗎 是啊 是不是自己薪水要打破 這我們 他們還沒到薪水 這是我們的鄉會反映 那你保障的相反 我也很奇怪 外界在說 欸 九二八 是孔子誕純紀念書 不是外界誤原的教師姐 我覺得部裡面要講話 結果還是予以不發 這很奇怪 九二八本的歷史上 我們就是夠時間 那要不改嘛 所以我想很多啦 很多 我們真的是有想到 但是我們倫為嚴青 孤長難明 所以你中央在即使 沒有 你也要抗議 我跟你作為來抗議 好 後來好 我還有一個時間 對啊 你看你當時要中央抗議 我跟你作為來 過萬個的管復主要財委 還要去調都 也難 也難 所以 財政是怕 布林你沒有伴 不知道黃柳木 社長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說這個 是我們都要等中央錢 那如果像我們之前原本 譬如說 這一筆錢 老師的薪水 到底是都哪裡來的啊 先編的 對 我們是現款嗎 還是中央要給的錢 那 每年應該就都會編好 說多少錢 所以你才會預算有這些錢啊 對啦 那為什麼這些都是已經固定 因為我們嘉義姓有多少的孩子就是多少的老師 那這些錢本來就應該是我們的醫生裡面就應該有了 是我們現在還要等中佣錢 讓我們才有發多發薪水的老師 這是我一個疑問 財政局今天沒賣來 財政局沒賣來 我們現在也想說是不是我們可以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信息不是都是應該固定的嗎 因為 怎麼會說我們要等中佣錢下來有錢下來 我們才有發多發薪水的老師 而且你的錢有頭好生命 老師沒辦法生命 我也覺得有點抱歉 你也覺得抱歉 那其實是做對的設計 不過這樣子我們覺得這樣還是不可 不是好 處長 我今天的重點就是我希望說 你可以幫忙這些老師 因為他們從薪水到現在都還沒有領到 然後希望說也是像我們一樣 就像您一樣 就是薪水是每個月 如果可以的話因為他們是一年一聘的 應該就像你們一樣月初就可以薪資就可以入帳了 而不是現在已經到十月底了 然後他們可能現在正在準備 我知道你們可能已經有零到八月九月的錢了 然後只是比較晚到他們的戶頭裡面去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你看如果是靠這一份薪水 可能它大概是四萬塊左右 然後要維持一個家庭 你想想看他們要怎麼維持這個家庭 我希望這方面你可以 譬如說你們看怎麼樣起來 或你跟財政局 財政稅務局說為什麼錢沒有 沒有給你們 然後去讓老 那這樣究竟自己自己的薪水 也應該不要領得比較對 可以用這樣做條度是最好 這是最好的 好 處長這件麻煩你努力 然後我要要一個資料 你幫我調查一下那個我們全縣啊 國中小高中 就屬於我們縣立的 我們有哪些學校 還沒有活動中心或者是禮堂 然後接下來如果它有活動中心或是禮堂 哪些沒有冷氣 然後他們有沒有需要 因為我知道有些可能如果山區它氣候比較好 它可能它的禮堂不需要冷氣 對 然後你幫我調查一下哪些還沒有冷氣 然後他們是否有需求 好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甄立元 謝謝 來啊 教育處跟各位同事 今天還要改一下 來來 謝謝齁 處長啊 翁議員 你好 這個 太陽鱷管 當然我們現在已經發包了 我一載你調查就是說未來營運 這個營運你也用一個很好的方向 你時刻 要拜託這個台中科部館來做他們的分館 你落到中間 對 希望說更努力的可以挪這個方向來走 這樣 別說它要變成我們自己的負擔 對啦 可長可久 這點你拜託你 比較費心 是 這第一項 第二項就是說 這個 我以前你要要求我們這個跨橋有沒有 第一元區跟第二元區的跨橋 現在的進度經費怎麼樣 這部分觀點也有明確指數啦 這一定要做啦 這一定要做啦 那 當然要請中華歸出協助規劃 我們建設局 像我們政府的籌籌 或是甚至要去問館的支援 這原來有的計位啦 希望說可以我們這個工廠 我們主體工廠差不多一年 一年之後 整個營運管理 還有這個連接的這個橋樑 可以原來在這年來有一個具體結論 這樣可以這麼有意義啦 教授說這個經費上有問題 要跟館長報告 這個跨橋是這個連接 一二館當中最便捷的這個通道 你說要對 要對鑽來去的路線還要鎖定 我還要去看現場 目前我們文官局這個 兩千多元的綠美法 現在有在做過的看 有 我有去看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們就在經營當中 希望說 我們教育處跟文官局的部分 可以比較費心 好 第二項 這個AED 市長我一載 你拜託說 這個AED 是不是我們可以普及到 每個中小學 因為這個AED 管理由我們的校園安全 小朋友有時候 這個部分 我是因為 我是去了解過 我知道說 用賣大概一組 可能差不多十萬左右 但是呢 如果用主任 一個月我聽說 清通口而已 我是要知道說 到底 在近年 我們 家裡管 所有中小學裡面 已經有的 設置AED的學校 有幾間 到我之前 這個 我們定期會 第一次定期會 我 有所要求的 那時候 有幾間了 到目前 有幾間了 我要了解說 到底我們管政府 對這個AED的 這個中式的 政策和政策 夠對 是 這個議員 鄧議員 經期就很關心 那 我們 我們 今天五省完了 五邊 但是 就 壓度的問題 所以 不太多了 不知道幾十萬而已 另外 這個 部裡面 我們還是 除夕在爭取 就是 一年多一點 那 慢慢來 來 補充 那 首先 民間的主委 這部分 我哪有最大的機會 都 我來向這些企業 來 拜託 當然 民間的主委 可以來 好 有時候是很好 但是 這次的經濟不好 實在說起來 要 時常要向民間來 就 有時候 但是 我們自己懷疑 同時 都沒有發電 是不是 我們 政府都知道 你不看 人的 人的 怕 所以 我是建議 主委 方向 來處理 那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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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說 超過 一年 你 一年 如果 你一年 如果 館長不用變多 變一百萬就好 你算了 就多一百萬 如果 一千塊 總共一千塊 一千萬塊 就差不多 多一百萬 多一百萬 我們家裡關到多少 中小學 140 對 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 你跟 館長報告一下 因為 這種有的 急迫性 什麼時候 要發生事情 我們不知道 這種 AET 這是 這有需要 對啊 這是一個體外 心臟氣質器 你必須說 什麼時候發生不知道 你如果沒有準備起來 一條人命 就是這樣子 叫造型 這樣 我們會愧對我們的職責 好啦 好嗎 這個部分 再來 這個 前幾天我看到電視 你說的 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進口麥牛 有 驗出這個 超過的那個 萊克爾多巴灣 這個部分 我之前有拜託說 是不是 可以通電 我們 教我們 政府通電所有的中小學 這裡有恐懸 有喔 所有的 有含量 我們是不用 喔 不管是牛 豬上面 這都要注意 這點 拜託你們 又緊心一下 這個 也是校園安全之一 這個 我們之前有一位 民進黨立委提議 是說 這個要用這個 我們向校外租車 要把遊覽車業者 要租車的時候 不行啦 目前沒有 沒關係 我是說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希望我們 改官用最嚴格的標準 當然 保證我們血統的 旅遊外出的安全 我們用最嚴格的標準 我們來 來做一個 保證 好不好 好 謝謝 感謝文藝人的指導 來 林牧會議員 主席 張議長 還有我們 國庫市 這個主管 以及我們議員 黨人 主席 今年我就在討論 這個 校園 這個 主委合併的問題 是是 現在我們 國小的 他我知道 122經 國小123 123 123 你覺得我現在 請問一下 過五年 像幾年 沒有財病 也是123 但是 但是 我是覺得 少組化 越來越嚴重 未來 小班 小校 會整個普遍 不只 各縣市 皆然 但是 現在 保證的政情 哪定 人 過去 我們都是 教家長 不一定 學 人數到多少 要怎麼處理 尊重 地方家長的意願 所以 地方家長 一直堅持 我們還是用 翻轉的作法 不然你孩子怎麼做 好個性 所以我們都 不擇手段 繳勁 腦子 要怎麼給孩子 粉鈴 或者 開發一些生態課程 或者 發生社團 沒有這個孩子 小孩 身體合好 這種 模式 部里面 現在定了 偏向教育 振興條例 他在未來 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要行班 過去 過去是沒這麼嚴重 現在一個人要行班 一個就是一班 要裁兵 還要地方公民投票 這支援不可能 代表人家長 不是只有孩子家長 是所有的 所以這未來 要合 一來就 反應來說實在是很難 所以還是 基於家 地方 住主性的決定 這個可能比較容易 這樣 所以 市長我要請教 台湾說 今後剩10個 也是同樣保存下來 沒有 10個 他目前不理會 政策 他是沒有 他是沒有公正 一定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才有一些 翻轉的作法 就是 你剛才一間 在那邊 不是標識到那邊 你要有孩子 有感 有積極的作為 所以 這就是說 偏向辦法 會 痛苦 要反省 這個問題 看得到 稍微 像 類似 我就說 我 你未來很關心 你想得很好 其實六差 如果說 我們合一間 做兩間 然後這些省的錢 我們可以來把時間 拉長 我們可以來 外聘一些 比較專業的老師 對啊 你這就是要朝這個目標 實在說 我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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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支持 他十分曬 年齡真的沒有孩子 所以我覺得 教育主委 會症病 要讓 讓這人好好 還要化 好 這 你要受苦 好 就說 發言 還是什麼 我們也是要來受苦 不要說 苦口的問題 法令 沒辦法解決 你那些小孩 在手上去 真的 校長的小孩 搬一個兩個 那沒意思 實在 我覺得你們可以 像我前提說 會這樣 把校的整備起來 這些資源留下來 這個校的是不是 我們全家的 團統好的校 你們要朝這個目標去做 對 實在 因為我們這裡 事實上 我不是說我們六差 一定要這樣做 當然是我覺得 可以思維 將我們的 教育資源 統整起來 其實議員真有心 其實我一個想法就是 我跟保連的溝通看看 我們入朝 但是 你 你 當然 你可以 我用實驗的方式 來處理 有不同的一種 司機 客廳 租完 如果這樣子 能夠做一個標竿 我是覺得 比較辛苦 的時候 對啊 你要所謂 這可能 真的 這個 有時候真的是 不是想像的那麼 對 要克服 要克服 因為我了解 我們主教廚長有研究 一間校差不多兩千萬 這如果要這樣做 不要說六差 你的其他養人 有 這起來算 有註發生 我願意 願意我們來投資 這算起來 想要幾億錢 這你看看 生本又有效 對啊 你要全關 我們六差 可以讓你做時間 沒關係 對方這個我們 和財政議員來交通 只要你們 很嚴重 很嚴重 最嚴重 你對我 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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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都是 誠意的教育政策 他們都三做得好 穿起來做得好 要奪 讓老師去把他 特理孩子的行程 要穿 抄地穿不穿 要修法 所以我在講 部裡面的政策要開放 你噴一個報告 就好 你主政財組跟顏色就好 我們可以去每個孩子 不同的儲存 去量身打造 你小孩穿起來 很鼻子 很亮點 部裡面就是沒辦法 這報告 就是說 台灣跟未來要好 應該是地方教育 本來 依照地治法規定 國民教育本來 就是地方教育事務 這是應該開放 不過他們抓著不放 結果是改貫也不貫 不改貫就更貫 沒有啦 看要我們突破 要相反 要管的就不能 不能管 那是很奇怪 當然要再補給我 不要再適合師弟 我們再來研究 好嗎 謝謝 謝謝 這樣 郭總議員 還要對教育組 有什麼意義 沒有 請回座 好 謝謝 經濟發展座 李定委 我想借這個機會 先說一下 那個 我給他們的資料 他們資料都會給錯 就算在三天內給 給錯之後 我又給他們時間再給 並行說 也是延誤到那個時間 然後我希望說 各局處 我們在跟你們要資料的時候 如果你們有不詳細的 應該回來 再來幫我問一次 因為我把財政稅務局 跟文化觀察局要的 我頂禮拜託的 都不對 都不是我要的 都不是我要的 不是你要的 對啊 不是你要的 他們提供的資料 不是我要的資料 我想說你們如果沒有問我 你們回去也是看一下 轉播 我要的是什麼樣的資料 等一下 我這樣你們是借顧在拖延嗎 對啊 會讓我懷疑齁 他中間像這樣 資料一定不對 你覺得怎麼處理 你要的資料是怎樣 你先去說怎樣 怎麼不一樣 像文化觀察局給的 我有跟他講說 我要三筆 招標的那個資訊 譬如說 他在9月26日到10月17日 有招標一個 茶體驗園區高山茶主題場館 興建工程委託設計監造 技術服務 預算1168萬 我那天我把這三個表案 我都有說出來 問題是這三個表案的資料 都沒有給我 我們國局處理 你們如果資料 議員要來資料 你們要最少 如果你們不覺得怎樣 你們要和議員 跟他們說出來 我是覺得如果資料 就你們要亂給的話 省預算的時候 我們就來逐條審查 你們資料不提供詳細嘛 那我們就來逐條審查 一定我的建議是這樣 因為提供的資料 我給他三天的時間 提供來的又不對 你通過我們這順的時間 對不對 我的工作就是監督嘉義憲政府 謝謝 來 建外處 來 好 謝謝 謝謝議長 我們大會主席 張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我們各位媒體記者朋友 以及縣服跟議會的同仁 大家好 經濟發展處各項的業務 的執行推動 在各位議員的一個支持下 心能順利的推展 本處重點的業務 我們想13頁到第14頁 工作報告的部分 想第133頁到150頁 敬請各位議員予以指導 另外補充說明如下 我們在工商行政的部分 本處今年參加經濟部 獎勵地方招商的一個評鑑 獲得了整體績效的一個肯定 也獲得獎金4千萬 並在單一服務窗口 以及排除投資障礙等 相關機制成效的一個基優 獲取獎金150萬元 另外也配合我們衛福部以及衛生局 參加了拔尖典範消費者全力保護業務 也獲得了優等獎 獎金500萬 在中央這樣積極的肯定之下 我們經濟發展處的各項服務 我們會再加強 也會陸續提供不同優質的服務 那在整個城鄉規劃的方面 我們嘉義縣有28處的一個都市計劃 我們現在也前面陸續積極的在辦理 各個地區都市計劃的通盤檢討的規劃 以及審議的一個作業 那另外大部分的一個都市計劃 自擬定公告以來 經尚未辦理所謂的我們的殊土的一個重製的作業 其中圖資的內容一般都是很老舊 土質也因為時間的一個變遷 產生伸縮變形等的物妙 對於後續都市的一個規劃的決策 以及土地發展的實行 經有一些自愛難行的一個情況 因此呢 我們進化處這邊也積極 來爭取中央的一個補助來辦理 整個都市計劃地形土的一個重測 以及都市計劃塑土重製整合的一個運用 圖資資訊化以後 更可便利我們民眾查詢 都市計劃塑土相關的一個資料 這一部分我們也會積極地來辦理 另外在建使館部分 我們知道自從今年的2月6號 台南圍貫大樓 因為地震倒塌了以後 我們嘉義縣政府這邊 也配合中央老屋建檢的一個政策 針對縣內公益大廈 及一般住宅等類型的老舊建物 那一般是88年12月31以前 尤其的合法建築物 建造的合法建築物 我們持續有在宣導 也來請民眾來提出這個 耐震能力的一個評估 那在整個住宅補貼作業方面 為了協助我們嘉義縣的一個居民 能居住以合適的一個住宅 本縣共提供了有租金補貼 自購住宅貸款利息的補貼 還有修繕住宅貸款利息的補貼 等三類補貼的一個措施 那我們也極力來掀導 符合條件的民眾 來積極擁業的提出申請 在整個工業區域的開發方面 大蒲梅元期一期的部分 目前已經順利的完成了一些作業 那後續呢 我們也加速的來輔導建廠 以及相關廠商的一個營運的一個登記 那至於大蒲梅二期跟馬籌後一期的部分 我們公共工程的部分 也都陸續在推展當中 我們也督促我們的開發商 趕快依原來的騎乘進度來加速的施作 並陸續來辦理土地的一些預售 以及後面廠商繳款的一個作業 那目前馬籌後一期的第三次標售 目前正在公告當中 公告到11月21號 也滿有各位議員來多多幫我們掀導 那至於馬籌後後期的一個部分 那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我們也液晶行政鏈環保署的一個通過 那就土地取得的方式 我們現在正以土地所有前任來協議架構 或者是以合作開發的方式來取得同意 取得同意以後 我們才能送請內政部區域局委員會來審議 我想最後整個進發處 它便捷的服務以及專業的領航 一直以來是我們服務的目標 那本處的未來 除了持續將配合憲政發展的方向 落實各項業務的推動 亦將透過各種管道 來加強我們同仁專業的一個素養 並從民眾的角度來出發 配合現代化各種設備跟技術的一個發展 結合各種擬立的專業智能 推陳初心提供便民服務 讓民眾感受到 今發處的人員的服務熱忱 並主動以民眾來接觸溝通 解決問題 我想本處各項業務 在歸會的一個督促跟激勵之下 今能夠順利的推展 為仁需努力來精進 以其提供更優質便捷的服務 誠摯的期望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實際給本處支持指導以及鼓勵 敬祝我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來請發處各位總人 不知道什麼議員 沒有請發處 有啊有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處長 麻煩你提供一份資料給我 是有關我們經發處對青年創業 這個部分我們做哪些 成果有哪些把這份資料整理給我 青年的部分 對青年創業的部分 是 好 謝謝 了解 好 來 請回座 你和你拿這個資料給林昌庭議員 好 來 處長請回座啦 建設處 建設處 好 大會主席張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首先 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在過去半年 對建設處 業務推動的支持 監督 讓建設處各項工作得以順利推動 建設處 105年4月到105年9月工作 除書面報告 第151月到161月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指證 本人僅就本處 近半年的工作執行情形 二要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報告 第一 這個民雄路橋動工 那民雄路橋呢 是我們連通 國道1號 3號兩個交流道 聯絡道上的一個重要橋樑 那因為這個二高主席交流道 這個聯絡道完工 跟民雄交流道啟用後 那這個交通量大增 那常造成擁篩集危險 那現場在101年 向前認證部長李鴻遠爭取透寬 得到同意補助改建經費 經營建設處四年的規劃設計跟花包 終於在今年的9月19號來動圖 那民雄路橋全場是608公尺 那橋樑的部分是295公尺 總工程經費是7.1億元 那新橋 全橋是採新建 那富裕民雄路橋的新風貌 會融入民雄的在地嚴肅 那配合夜景光雕 塑造我們民雄都會區的一個新地標 完工後是拖寬成40公尺 那橋面寬有25公尺 將大大的改善這個擁塞的情形 那營建署目前已經進行這個圍離工程 11月份就開始施作 那一定在107年12月底來完工 第二在水上 正義地下道 路邊滲水改善問題 那水上正義地下道為水上鄉市區聯絡 省道台縣的主要道路 那滲水及路邊坑洞問題有20幾年 經過速度的改善都無法有效來解決 那影響行車安全很嚴重 那現場得知後也相當重視 那指示本處來找出這個滲水原因跟根本改善 那經我們探討可能的原因有來自這個地下水 自在水或者是外溪州排水的可能性 那經過我們用這個透地雷達 還有請自在水公司去做檢測 來排除自在水滲漏的一個問題的可能性 那我們就採一個短中期的方式 今天用倒排的方法 將這個滲流排到側溝 那路邊也採多孔隙瀝青混凝土來加速 地下跟地面水的排放 另外也減少這個外溪州排水滲漏 那今年6月發包那8月動工 那目前已經改善完成通車 那現在我們經我們勘察 這個地下道滲水已經全數導到這個車溝排出 那路邊滲水問題已經全面獲得改善 那第三就是馬祖大道一級工程 我們提報工程品質金質獎 那線到159縣由新港鄉月梅潭橋到台19縣北港溪橋頭 全長是9.6公里 是馬祖近鄉鄉各必經道路 那這段道路 我現場把它改為叫馬祖大道 那一級工程在今年的8月30號完工 那期間我們有經過這個施工查核小組 查核成績是85分 那施工品質獲得肯定 那在啟用的時候也得到這個平面跟電子媒體的真相報導 所以我們就把它提報這個第16屆的公共工程品質金質獎 那也得到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出評通過 那是六都以外 唯二有提報金質獎的縣市政府 那展現我們力求這個品質工程品質的決心 那10月7號工程會也完成復評 一定在12月中旬公佈這個評選結果 那第四是馬祖大道三級工程 也就是馬祖公園 那馬祖大道三級工程就是我們新港鄉馬祖公園 跟周邊設施建設工程 目前已經規劃設計做了三次的簡報 又邀請地方跟廟方來參與 主要是要以新港公園為主要的設置地點 那我們會規劃設置這個馬祖故事廊道 馬祖的大型塑像 整點報紙遶境中塔跟在159線旁的金府園役像等等 那完成以後是全國第一座完全以馬祖為主題的公園 那本案除了馬祖塑像遶境資因設施以外 總經費大概要有7000萬元 那其中本府預算3000萬元已經辦理西部設計 預計在今年年底來完成招標 那經費還不夠的部分呢 我們也向營建署爭取了106年度的城鎮風茂來補助 也得到了1000萬元的一個補助款 那其他的不足的部分 也向交通部觀光局提出計畫 希望能夠爭取到今年度的捷運款來辦理 那至於中央部補助的馬祖大型塑像 跟遶境資因的設施呢 也將由本府跟新港公所來朝向募款的方式 來募集經費來一個籌建 那第五這個LED燈的辦理進度 那水雲燈落日計畫 是經濟部人員局的一個補助計畫 那我們爭取的補助 總共補助將近這個3億9500萬元的工程會 希望把這個前線的這個水雲燈全部換除 那總計我們要更換大概4萬7638斬 那這個案子在8月來定約 那9月開始來更換有1滴燈 目前已經完成了大概有15000斬的一個更換 那一定在11月20號可以完成3萬斬 到了年底我們會全部將近5萬斬都會來換裝完成 換裝完成之後保固6年 每人可以節省維護會大概800萬元 大概4800萬 那除了這個增加這個道路的亮度 跟流氓的均勻度以外 它最重要是可以每年可以節省7成以上的定位 我們換算起來大概每年可以節省定位是6100萬元 那減少碳排量大概每年大概有2萬3000公噸 那第二在生活圈計畫用地取得進度的部分 在公路系統的部分 我們中埔相加139線9K925到11K335的拓關工程 那我們已經取得7成的土地的血液架構 也在這個今年的10月25號發放價款完畢 在徵收的部分我們徵收計畫書也經過內政部 在10月26號的徵程會議審議通過 那等到這個核存函收到 我們就可以辦理公告發酵跟取得用地 那工程已經花包 目前施工中就這個 協議架構已取得的土地的部分已經在施工 有關這個163線呢 易主到新溫段道路改善工程的第三期 那協議架構的部分我們也分批辦理產前移轉登機完成 那徵收的部分呢 我們也在10月18號公告 那依據在今年的10月22號到24號來發放補償會 工程也已經花包 那目前辦理這個定月中 那有關限道128線易新批發行道工程 那徵收 協議架構的部分呢 我們有辦理分批的簽約部分 已經完成這個產前移轉登機 那徵收的計畫書也補證 在今年10月14號在宋內政部來審議 那一定已經排在11月9號 這個政審會議來審查 那我們也會請我們秘書長以上來帶隊來參加這個審議會 我們希望這一次就可以通過 那工程發包的部分也在辦理公開閱覽 那一定11月底前會完成這個發包的作業 那有關這個市區道路的部分呢 我們部隊都是計畫1至4號道路新批工程 在徵收的部分也在經過內政部 在10月19號這個政審會審議通過 那等到核准行後 我們也可以公告徵收發假 那一季年底之前取得用地 那工程發包的部分 我們也督促部隊工所來進書來發包 那第七在擅用民間資源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的民間資源 我們的政府資源有限 那為使這個用路人 有一個更安全的橋樑可以通行 那我們把這個嘉義的民間資源 留在嘉義當地來應用 我們從建立跟這個嘉義行善團 有關於這個橋樑的配合 興建方式跟流程 那興善團它主要協助 只能他們因為他們規定 只能協助橋樑主體會用 那我們現政委 為了讓這個興建橋樑可以符合 現行的安全規範 所以所有的橋樑的委託規範設計 全部由現政委這邊來負責 那興善團施工中 我們會進行這個品質抽查 那用地的部分會由這個工所來負責 那再交由興善團來施作 那目前我們有跟興善團有達成協議 目前大概有16座的橋樑要做 大概蓋估總經會大概可以到達2億5千萬元 我們委託規範設計工程已經完成了5件的一個規劃 分別是溪口的柴林變橋 那築起的觀音瀑布1號橋 2號橋 水上的嘉蘭橋 明雄的東湖橋 那橋樑造教大約將近1億 我們從10月底會陸陸續續交由興善團的施作 那其餘的11座我們會列在106年度來設計 然後設計完之後交給這個興善團的施作 那以上是我們建設處的工作報告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指教 謝謝 來 劉沃森議員 那個處長 我剛才有聽到你說 補助18號電池LOE在哪裡 這是全部更換 全部更換 對對對 你到時候你做這個資料 經費的來源 再來 全補 都要花多少錢 再來每一支LED燈 的單價 是 這些資料 都要提供給我們 是 是 這頭一項 是 第二項 我剛才這樣聽你的工作報告 當作 都隨著碼頭 彩霞大大 那已經發生幾年了 齁 開月 九月 開月 九月 所有人都不孝不孝 我希望 你們參館長也好 還是副館長 他們所有這些秘書長 大家在建議的時候 十堆 當作鄉這間 這很重要 你們只說 像要拼關公 拼到那個道路 就不會到過了 拼不拼開 是要怎麼拼關公 都拼到歐洲 這間 拼到歐洲 很多 這點 還有一處 我希望說 你的進度 決定 要去追蹤 如果沒有本社 不管市場 都會感到這間 好 沒關係 感謝我們李國盛議員 對我們這個LED燈 跟這個 當作柴霞大道路面的關心 這個LED燈的全部補助 是這個 經濟部人員局補助 最主要是要把這個 水銀町來汰放完成 他的單價 他的瓦數 這全部都是 經濟部人員署 他們才去規定的 所以這個 飼料 跟法寶 跟他的幾趴 部門上 我們的 簽訪 管長合分料 送給我們議會 這是第二點 對於這個 這個柴霞大道 我們有用心去研究 因為這個部門 是一個 海埔新生地 所以他比較有鹽水 鹽水會造成這個路面 這個比較近海 所以一定 鹽水 那個水的問題要先改善 所以我們有研究說 要怎麼改善 當然要搭配水利處 他們的整體的規劃 跟施作的啟程 不可以頭痛 以頭 腳痛以腳 方便會處理 目前我們有計位說 大概如何來進行 這個部門我隨時來對中這個進度 和議員和議員來報告 以上 阿三來 Ko 師爺 主席 是 是 這個江祖報告 這邊要請教你 邰路跟村 Д sixteen 就像英雄七山 在這個陣子和六指南的地方 搜索這個問題 我記得我們 上一邊的定期台後 我得出這個順序 我們準備好說 他說已經有經緣了 但是在我們的工廠補給當中 我們想在英雄七山 倒路排水改成工庭 我們想沒有列印 再來他說 現在的民眾有在前 就是說在既成倒路 既成倒路認定 但是後來這個土地的基本裡面 在共有當中裡面 有經過法院的破滑 結果經過法院的破滑 裡面的土地重心分配 他們的土地主張管理 但是我們管政府 競然中 代表法院的破滑 都破滑掉 以我們家義官倒路主張為主 在這裡我希望在這順序 希望你可以提供提供 我們家義官倒路主題條例 裡面的條文 是可以領家義 事我單位裡面的事我破滑 是事我破滑 是事我破滑裡面 不能來沖到我們 地道路主題條裡 這樣事我破滑是不好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希望在這順序 希望我們處長可以做這個解釋 再來在英雄七山這個部分裡面 我也希望說 在這順序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這個順序 會了解 現在說沒關係 再來剛才我們 立國省議員 這個問題在我回應一下 就是說在當街市民買的頭 不是只有台車大道而已 我相信我們住在家 我們你們住在家也知道 在當街海報地 在這十多年來 我相信的 不是在我們管政府 在鄉頂公所 可能在道路改善 在白水改善 如果以我所謂的 可能超過十億的開機 在超過十億的開機裡面 是怎麼 在鄉頂公所所做的這些 白水改善 的道路改善 是怎麼還會淹水 甚至這十多年來 這十十億都白菜 還是黑白菜 在這個部分裡面 在我們管政府單位 也需要做一個研究 不可以說因為道路的淹水 道路裡面的事實裡面 這是不是在地方政府 叫我們管政府 這個部分裡面 是不是這個交通 和這個小商 是不是有這個官道 有不良的官道呢 這也需要做一個探討 做一個研究 啊 經濟的規劃裡面 叫水利座 啊 我們經濟的規劃裡面 可以做一個經濟的規劃 一次就完成 不可以這樣喔 三千萬開落 五千萬開落 經濟我所知道的 在整十年前裡面 在當中那部第一的議場 在當中那裡 當中那裡 在當中那裡 當中那裡 當中那裡 還要三個花 再來五千多萬 再來六千多萬 只開起來幾十萬 結局到現在 當中那裡 當中那裡 如果是怎麼 大家會弄到當中山 在這個部分當中那裡 跟水利座應該做一個整個性 去健康 一次就完成了 不能這樣 頭痛以腳 腳痛以頭 這樣喔 菌膜導致我們沒有人 我做最大的建議這樣 謝謝 我們感謝蔡議員的關心 首先 這個15736幾論 這個湘涵 雨水道下雨水道 下雨水道 湘涵部分 當時我們有報 請這個水利座報 這個應急工程是合定 1700萬 但是因為我們那裡 水位比較多 我們要開瓦 開瓦之後 那個支撐 那個經費 當時還沒有顧到 所以我們現在 再報水利庶 再去討 但是我們同時也 進行這個設計 希望這個 年代 這個經費到的 我們就需要發報 趁這個搭檔的時間 這個部門 我們還是持續進行 就是說 它比較沒有這個具體成果 所以我在我們的 事業跟航空部局裡面 沒有下雨 並不是沒有做 這個要跟議員抱歉 蔡西亞大道的部門 我告訴大家 這個部門是 公訴 當然是 不是消費公路系統 但是政府 也是用負責任的方釋 這個地方 還有這是官公的 一個主要進出道 所以我們很負責任的方釋 就是公訴跟水利座 跟 包含我們 相關的黨員 都來做一次開瓦 因為這個經費 目前我們有一個意志的計畫 每次要進行 但是現在這個緊要 又有點龐大 還要再進去找 但是一定會進行 但是我們一定會配合 這個水利座的部分 來做一個通 都會把這個排水改好之後 做這個路邊改善 所以不會是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至於議員說的 基層道路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尊重 發言的方法 比較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剛才了解一下 那這個相關主要跟 桑議員 再來 在柴蝦大道這個部分 不然間接著柴蝦大道 我剛才有在提親我們處長 叫我們水利座 叫相關黨員 叫公訴 就是說 在柴蝦大道的 周邊裡面 它的排水 叫它的道路 這都有需要 中心做一個規模 要怎麼去貫通 要怎麼去連接 在道路 要怎麼去改善 甚至在柴蝦大道當中裡面 這個安全道 我想說那個安全道 應該是 索色 沒有需要做這麼大 因為我們當時是在區域 那台蝦大道 是要做一個人形的觀光步道 但是它並沒有發入它的作用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是建議我們處長 議員 我們就在這個 好 我們來通報 來研究 來處理 好啊 來 處長 老闆啊 我們理國生議員 告訴你路面 蓋蓋蓋蓋 我相信你應該也有接到很多建議和提議 我是這麼說啦 你以為我嘉義是人 路平 人得到 是 這麼好的一個 全國第一 那嘉義縣 嘉義市 警員 我希望說 雖然我們嘉義官 真的是太多條路 我們應該要朝這個 這個方向再努力啦 雖然館長 他有選民選計 的壓力 但是我希望說你要做整個 通版的檢討 哪些路面 要先做 改造的 你們要去建議 再來就是說 你們的設計是不是有問題 還是你們用的 在籍有問題 剛破過的東西而已 你跟我說 那裡大河 英文大河 要怎麼辦 不能說因為大河 剛破過路面 就還有那一坑那一坑 我想你們可能要做這方面的檢討 才會比較對 在籍有問題 要求唱上 做得好 在籍有問題 你不要再靠了嘛 對不對 你要要求他 然後你們的設計 你們的時間 我希望都說 你們再去加強 我也希望說 後一半 路平 是我們嘉義官拿回來 我們感謝 我們林林議員 對路面的關心 我這個部門 當然每一個館 他的基本 就是他基本環境和條件不一樣 所以這個比高雄 沒有辦法 那個很平等 在我們嘉義官來說 全部的路面 就辦都 鄉都 村里都路 跟特斯基督路 總共是有1,800萬平方公司 以那個面積來看 我們一年以前 不可能他只要去5,500萬公司 那我去那邊算300塊來算 我每個一年可以補 沒有跟3% 意思是說 我所有路面 要總補一次 我會補40天 那我剛才如果最好 最久的路面 他的照片 是10年來算 那我說 我保養是25%的路面 是正常的照片 其他都是老方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的努力來做 所以我們這個在補的時候 我們會 透過我們的順路基礎 透過我們的 這個 我們主辦人員去順 也去查 因為 全對 比較補 比較有避險性 我們會在每年 就在我們的年度 就去做這個維護 來改善 在這個品質的部分 我們是都要求 在我們所說的 我們都要求 是要新療 絕對不能再生利療 所以既然你說 有可能破過 還要留下 它的品質 會挑了 或是三次 那種是 一般都是用開口合約 用緊急修補的 那種方式 那個品質的部分 我們就要求比較沒有 因為它是 緊急修補的 它要求的 就是緊急 所以它的等級性 就比較沒那麼長 所以如果是 我們固定維護 我們一定非常要求 而且 我們會派我們的 保安建造人員 跟我們主辦人員 都會去跟 店家搶 去做現場的一個監督 保安配備 含有量等等 我們都會去做一個監督 跟他們的出料的情形 避免有那種的 有AV場的情形發生 所以這個品質部分 我們會非常要求 當然 我們議員 對我們這個 時間跟品質賣去 我們再進一步來 要求 這我們一定會來配合 來做 感謝議員的取得 來 王議員 來 王議員 我們可以跟我們這個局處長 投資料 啊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 議長對我們這 多兩天的接策 的時間 我們老三 再跟這個局處長 接策 這樣沒有這麼多 多多多久 這是我一個經驗 啊再來 王議員 是 我因為聽到163山 我就想到 啊你這裏 工廠部給你現在 十月底發包 啊到底有發包嗎 啊已經發包出 啊目前你辦 簽約 來你聽我說 啊就像剛才 我要來新宿 在出租 跟說 啊你如果都沒有職業 沒有什麼 我發包 啊我又覺得說 我又沒有要簽到時間 你自你的 和人在徵修的 你當時開會 當地徵修的 啊主要看我 好 讓我沒有人在出租 來在說 啊我也不知道在怎樣 啊你這 工廠部給我來這裡 十月 啊 外地發包啊 今天我三個 我現在是要跟你問 你怎麼發包 就要 手上已經發包出來了 啊現在在 定獄中 對啦 你就像這個報告你什麼 我就覺得 因為這是進行 對啦你 你要 你要比較認真的啦 那條163山 可是啦沒有啦 你做到那兩個 新宿那兩個 細水廚那裡就好了啦 你跟老一載 兩檔喔 啊我八六開 就像一條 過路的人 要去新宿那裡 你把它做給老一載 老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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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開到 在193山沒有問題 好啊 你跟那個 路線喔 經過那裡 拿一些資料給我 好 好 來 江文正 呃 村長 是 我想要請教你 我們路草 馬崇厚工業區 外面167那個道路啊 你說寬屏的改善工程 現在進度怎麼樣 因為那邊路面很糟喔 很多路草的鄉親跟我反映說 可能搞管金戶一下 還是到 跟樸子的往來 那路面非常不好 因為自來水他們不是 本來要重鋪嗎 是因為要配合我們寬屏的改善工程 那目前的進度咧 我們已經發包出去了 我有請主辦的人跟你聯繫說 什麼時候要處理 要動工 嗯 沒有 沒有 那應該我們最近就會去做 好 希望金戶 因為自來水公司在等你們 是 等你們做好之後 他們全部要重新鋪設 好 那接下來再一點 我請教你 就是我們縣道跟鄉道的維護 是嘉義縣政府這邊 還是由公所負責 是由我們縣政府來維護 那我記得你有說過 就是 是不是有經費給 有一些是委託鄉公所負責 然後你有經費給他們 那個是 那個是陸籠的部分 就是那個 陸籠是指怎麼樣 陸籠 或是爭草 那個部分 爭草跟爭草 那是 那是委託公所來辦 好 所以 那你給我就是 你分配給哪幾個公所 然後經費各是多少 他們負責的路段是哪邊 是 這個部分是我們 因為 縣道是今年才收回 那我們去年 那時候 就決定說有公所 當然我們道路管理知識條例規定是 執災跟陸籠的部分 都是公所的款式 所以我們已經那個 條例規定 跟 去年就分配好了 就今年 這個公所來為 但是我們發現說 可能是錢 給它 給它 不夠多 而且公所人在發包上 也不好發包 所以這個部分 所以他們做得並不好 所以我當然 你自己買的這個資料 我會 提供來給你 對 我要資料就是 每個鄉鎮是多少 然後就是 他們需要做的工作是什麼 哪些路段 因為 像颱風鍋到現在 其實很多路段 還是就非常的髒亂 非常的糟 而且很多樹 什麼可能具一具 都還堆在旁邊 其實那個都會 滋生蚊蟲 因為如果又有下雨 其實那對環境 都是非常不好的 是是 所以你要給我說 就是每個公所 他大概要負責的是什麼 然後你們的成效是如何 還有我想要請教您 就是還有就是 168線 異星村 五外環道 那個生活圈 就是它拓寬的 目前的進度 是 水上異星村 是 謝謝議員的關係 那我再補充剛剛 那個路段的部分 路段的部分 因為今年就這樣 辦了之後 我覺得效果不好 所以每年 管道的部分 我們的全部修 都要由管政府這邊 來維護管理和發報 我們大概會 在年底就會完成發報 那明年 我們一定會把這個路段 管理維護來進行 那我請教你 但管政府這邊 憲政特區 這是我們 你們負責喔 對我們負責 你要不要出去造業圈 我剛剛塞車來 那外面一樣 一樣啊 就是那個落葉什麼 一樣雜草也是啊 而且可能我們要開會了 才正在整理喔 上禮拜來的時候 我們大概是一段時間 我們大概是一段時間 因為你們不可能每天 掃頭可能有每天 但是這個長的部分 都一直在長的時候 才會處理 對像這一點你們 就在留意 好沒關係 然後就是168的進度 168的進度 剛才我在這個 考察報告上 我有說 就是說 這個情緒的部分 我們在 因為已經開了兩次 這個真審會議 但是 內政部都把我們拿回來 收拾 是怎麼拿回來 必要性 因為要開那條的必要性 對我們要保證 那我們在 10月17日 保證好 我們有個保內政部 並 安排由於11月19日 要再開第三次的真審會議 這次我們一定 就是說我們希望 我們秘書長陳吉儀上 我也拜託我們秘書長 大隊 來去那裡 來說明 我們希望這次 就可以通過 所以這個 普通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 通過之後 在近年代的進程 來修復這個用地 當然這個有部分 一些民眾 同意協議架構 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分配辦了 有的三款都已轉過來 也已經這個 價款都發放完成了 工廠的部分 我們公開閱覽 到11月初期 截止 所以我們之後 我們馬上再簽辦 上網發包 因為這個是五千萬以上的工廠 所以要公開閱覽 我們在一起 希望可以來發包完成 今年代 可以來登港 以上 我再請教你一個 就是 樸子藝術公園在哪邊 樸子藝術公園在 當舊國中的旁邊 當舊國中的旁邊 應該是 沒有就是 什麼應該是 應該是 因為你們有發包工程 是 所以我要了解是 當初我在子群問的 就是文官局 做那三座六滑梯 一千萬那邊嗎 對 就是那邊嗎 樸子藝術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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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樸子藝術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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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地方我連迫住在地議員都不知道你們要做的工廳 是在哪裡要做什麼 你是有跟地方的議員去討論說我們這裡要做什麼建設 不然是你們自己整個的設計都沒有跟地方討論嗎 因為有啦 不然連地方連你自己都沒什麼清楚的地方在哪裡 一般這種的因為這個部分是大概我們整個的規劃設計的過程中 都是受歡迎我們的負責還是我們的客廳他在主持 不過都沒有邀請地方的議員 民意代表 我們已經包出了這個中正路的景觀改善那個部分 因為我是看那個經費還蠻大的 我想說我們都在發展什麼藝術啊 都是標什麼藝術公園什麼藝術景觀大道 所以我想要知道說那些地方到底都在哪邊 而且我在想說是不是 那我那個那時候文化觀光局蓋的那三座樓滑梯將近一千萬那邊 那邊是什麼公園 議員我報告你剛才說的這個樸子藝術景觀大道 實際上就是當舊國中後面跟這個自來水中那條中正路 那邊 就是那個國中跟我們這個文明路中那段中正路的部分 這段因為它後面是這個當舊國中的 沒關係啦這個就是我只是要知道說這個地點到底在哪邊而已 那當然規劃你們都已經規劃發包設計了 就希望你們可以把工程做好 那我想要請教你就是那個三座樓滑梯 就將近一千萬那邊在長庚旁邊 那裡是什麼公園 那個好像是我們的 因為它是一個都市計畫編號公園 所以它還沒有一個名稱就對了 因為我們在那個茶葉博物館不是就要蓋在那邊 對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個地方 是嗎 茶葉博物館我不知道是不是 沒關係啊是在那邊嗎 這個要問文官局我猜 所以還不確定 因為這個工程不是文化 因為我在想說因為那個地方之前有聽 就是現在我們的副縣長說 那邊未來要再繼續再做 比如說現在先做那三座樓滑梯 那未來怎麼樣我們要蓋藝術 我想說如果陸續那附近 還有在做任何工程的時候 再麻煩您告訴我一下 好 那那個 不要你們已經做好了 還是說錢不知道為何來 你們去做好之後我們知道 是 如果是我們發包的工程 我要跟議員說 那如果是北極處法百萬年 我希望各局處都一起留意 好 出答謝謝 好 要來 盒子丸 主長 我們剛才說這個路面為我們政府的經費有限很困難 所以我們對這個經費應該是要更加抵襲 更加爆也就是說 針對我們六萬 那個台三山跟倉府橋之間 您跟自由主義公司 要怎麼協調重新跑步 更換管線重新跑步 這個規定 我們的牽準的過程 重要的時程 您協調的過程 還有這個經費分攤 這個相關的資料 請您把它整理給我 好 謝謝 先我簡單回答就好 不用回答 回答資料就好 你這時候要回答就好 每天都要回答 這樣就沒問題 是 是 是 兩號 謝謝 你來的資料 您協調就好 還有嗎 沒有啊 沒請我做 水里煮 水里煮 大會主席 還有各位議員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首先感謝議員對水利處的業務指導 讓水利處的今年度的業務可以很順利的來推動 那水利處的主要工作包括了水利下水道還有水保以及水利管理等四大類 那重點的業務想第21頁到23頁 那工作官報告的部分想163到167頁 那水村報告那個水利工程的部分 這水利工程主要我們在推動 目前在推動還是屬於留意中文治理計劃的部分 那留意中文治理計劃到目前為止已經核定了第一期跟第二期的治理工程 總共有53件 大概40億左右 那現在目前的分工是五核局跟縣政府的水利處大概一人一半再來施作 然後 但是所有的用地還是由縣政府來先取得 然後再由第五核專局來做工程的施工 那目前平頸段是還是卡在用地問題上 因為最近這幾年來用地徵收的相關的條例有所修正 所以用地徵收會比較慢 比較困難 那目前我們列管的用地案件有35件 那已經完成了14件 那另外工程的部分 治理工程的部分已經有16件 已經在執行中 那有5件已經完工了 那另外針對105年度的應急工程 我們總共核定了19件 也已經完成了9件 那後續的努力目標 在水利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積極來跟中央來爭取留意中文治理計劃的後續工程來開辦這樣子 因為它總共大概全國只有421 那分配起來其實也沒有多少 我們希望它能夠持續來治理 讓我們嘉義縣的治水工程能夠來持續來進行 那第一個部分是下水道的部分 下水道的部分有含污水的系統跟都市計畫的雨水系統 那污水的部分 我們今年度的努力目標是要在年底前把民雄系統的用戶衣跟用戶 來辦理完工 然後來辦理相關的結算作業 然後順便來跟營建組來爭取後續的民雄都市計畫的新的系統來開辦 還有包括我們太保 還有包括我們的右腳的系統繼續來做開辦 那雨水下水道的部分 我另外補充這個鋪子的用戶在10月7號已經決標了 我們後續大概 它供給大概是一年半到兩年左右 我們會來積極地來辦理 那另外在都市的雨水下水系統 今年度辦的最主要是在布袋的P1 它目前的進度已經達到35%了 有超前 另外第三部分是屬於水路保值的部分 水路保值大概含了波地的管理 還有資生方面的部分 那波地管理的部分 最近這幾年來 我們有加強的宣導 所以大概民眾的違規案件 三波地的違規案件 大概有逐年的地檢的情況 然後我們今年度到9月底 總共累計辦了10場的教育訓練跟宣導活動 那截至目前到9月底 9月底是有24件的違規案件 然後到10月我剛剛差不多看了一下 到12點大概有28件 那就平均來講是較以往是有稍微偏低一點 比如說我們的相關的宣導是有成效的 那另外在那個水保的那個災修工程的部分 在104年度的蘇迪六跟杜磚肉等225件 都已經在今年的6月底都全數完工了 106年度的6月浩宇的部分 總共核定了4件 那目前正在辦理相關的花包作業 那另外第四個部分是水利管理的部分 水利管理的部分包含了水利行政 水權 土石採取 還有營建剩餘土石方的管理的這主要部分 那它主要的重點還是在水利的障礙防救工作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所管理的大概319座 還有100多座的那個湊水站的那個水門湊站 我會有管理作用的作業 那我們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的做法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在訓期前就會先完成了相關的 所有的水利構造的定例檢查工作 然後陸續續會有相關的那個水利構造 我們的督導小組會去做督導 那今年比較不一樣的是我要求 就是說要在每一個水利構造 我們的督導小組一定要去每一個 都要先地檢查過一遍 這工作在7月6號開始做 最後到9月20號已經全部檢查過了一遍了 那針對這些管理的工作 我們也辦了相關的那個操作教育的訓練 比如在6月2號跟8月2號都各辦了一場 那另外在7月27號也在東時辦了 那個防汛的演習 然後在水權方面 今年總共受理的大概1582件的水權申請 水權的申請還有包括展現 還有包括併根的案件 然後陰間生育土收的部分 目前我們縣總共核准的 有案的是有坤花跟坤灰兩家那個土資場 然後我們也依照相關規定 每個月都有組在做定期的督導 跟控管的作業 那另外最後一個提的就是說 在那個今年度的6月份 6月初那時候的那個湖山水庫的事件 那我們其實這個案子 我還是要跟在議員跟在重申一遍 我們縣武有去辦 在5月31跟6月2號 6月3都有各辦三場的地方說明會 那三場的說明會主要是 我們縣武很重視縣武的 縣民的權利所以特別辦這三場 把訊息丟出去讓縣民重視 那後續當然 這個湖山水庫一發射下去 對我們整個山區的整個開發 整個土地的利用會限制非常嚴格 那麼後續也一直在跟 地方把地方的意見 往中來承報 那也透過立委那邊 陳立委那邊跟中間開了很多的協調會 然後最後在9月2號 有在立委的辦公室達成一個公司就是說 第一個對我們那個水庫积水區的 劃設應該是要分區分幾的來做限制 也就是說你要看哪邊是重要的 那你去做相關嚴格的限制 那比較不重要 你應該有適度的開放 所以目前內政部跟水利署是有達成這個公司 就是說以後在那個水庫积水區的部分 它應該要分區分幾的來做限制才對 那另外至於那個桶頭 因為湖山水庫它是經過桶頭來源 攔水 那也不是把所有的水都 不是像中間水庫這樣 所有的水都全部攔下來 它是取一部分的水 那甚至你取一部分的水 還要考慮到核酸劑量的問題 所以你這樣子只攔一部分 一小一點點水 那把我們嘉義山區整個大面積都做限制 是不合理的 所以後續它會針對這個 當然是在草水庫或是離草水庫 它是桶頭 它是攔河宴 還是整個像中間水庫的霸體的 這個水利法的修法 會再做修訂 那另外也要求那個水保局 真的水保法就是水土保特定區 因為在水土保處法裡面 它如果只要在水庫的積水庫法裡面 都會化為水土保的特定區 那只要化為水土保的特定區 就禁止一切開發行為 包括私人的 包括公家的 所以這個也一併有要求那個 那個水保局來做一併的修法的動作 那以上是水利處的補充報告 來 林里林議員 謝謝主席 處長 在對於水利工程這方面 我真的是給你非常好上加好的肯定 謝謝 謝謝 因為我覺得你這一方面的用心非常好 但是對於目前我一直在跟你要求的 就是民雄污水處理場 因為這個處理場是由地方抗議抗爭 一直到你們強行去建制 那當然對於村民 他一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傷害 所以我希望說 污水處理場接管完成 整個都完成好以後 對於回饋 臨近污水處理場的這些 回饋條款條例的制定 等到你們這個自治條例條款已經好的時候 我希望你在這個村裡 臨近村落去做一個說明會 回饋說明會 這是我所希望的啦 因為現在外面有太多 對於你們污水處理場的不諒解 他們認為說 你們強制去建了這個污水場以後 對於這個臨近的村裡 你們完全的不聞不問 那我相信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你們的回饋條款還沒有出來 再來就是買館以後的這些路面 現在的路面因為買館 所以坑坑坑坑坑坑洞洞 完全的不平 那我希望說都買館好以後的修復 還有回覆路面的那個平整 我希望說你跟建設處 你們可以去協調一下 看怎麼樣去處理這個路面 別說你做你的路面建設處做他的 那有時候到時候你們又有一些什麼 假作的啦 還是說做得不好的地方 那這一點我希望說 處長你特別的留意跟注意 謝謝你 感謝那個林議員的救教 有關那個路面我先回答路面評審的部分 一定會跟建設處來做搭配 然後包括因為這個用務接管以後 路面復原的部分也是屬於工程的一部分 我們會嚴格來要求 那另外剛剛議員所提到的回饋的部分 那一定因為有問縣長 時間很短沒有做詳細的回答 我現在就跟議員做詳細一點的報告 那目前大概我們分為兩部分 就是一個建廠的回饋金 還有包括營運的回饋金 應該議員提的是應該是 移運的回饋金這個部分 那營運的回饋金 我們現在調查起來的話 它現在全國大概有 台北、新北、桃園跟台中 它有去發這個移運的回饋金 然後基本上除了台北以外 現在只有台北它有收使用費 各縣市政府的這個營運的回饋金 大概都是從收取使用費來 然後只有台北它有收使用費 其他都還沒有收 然後但是像新北、桃園、台中 他們都是自己編 因為它可能比較有錢 預算比較有錢 它直接編自己 現在就只有由縣府的預算 去編相關的回饋費 那至於回饋金的部分 就是怎麼算 比如說它其實算法蠻複雜的 各縣市政府都蠻複雜的 就新北最簡單 它就很簡單就是說 你這個在地的污水處理廠 你一年度每年的大概處理多少費用 多少費用 然後處理總量 我總處理總量 到比例就直接 比如說5%、3% 就直接回饋下去了 但是回饋就是交由公所去辦 它有第一個在地的村裡 然後再來鄰近的村裡 它有時候畫圓圈、輻射型的這樣來算 有基本的算法 那我們縣政府當初有畫 有這個草案出來 有定的 但是後續可能要等 使用會收了以後 再來處理 大概是再跟預言這樣的報告 那我們也 這個草案會辦 那我們等後續那個使用會 來開真的以後 我們還是會把這個 預言所建議 我們會納入詳細的考量 然後做妥事的分配 那當然這個知識條件 還是要送到議會來 來來來來審核這樣子 或者說我們會先找預言溝通 看這個分別方法 是不是妥當 或是不是要再修正這樣 大概這樣做簡單的報告 後續會陸續來推動 謝謝 謝謝 這裡還有沒有 來 民眾來 處理 我要麻煩你跟這個水門 提供水沾 志鋒池 這個案子的進度資料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 嘉義官 這裡的河川 跟中海大海 以及我們的一個 集水 這個說資料 第二 第二 嘉義官報告一下 我先請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 比亞頭合同 那裡有 戶案 閘門 出水站 志鋒池 這個工程的進度 這是第一個嘛 第二個你講的是說 整個水系的那個平面圖 是不是 包括水利會的嗎 是 水利會的部分 我看水利會的 集水的部分 集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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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說 像當教師 那個說 灌解 我知道灌解 但是灌解教 因為 一般水利會的水高 有 一條 集水面 一條 白水 沒有 那洗條 不用啦 我要水藥幹線 灌解的幹線 就對了 水利會 我們來把水利會 湊一下 湊一下才有機會 但是這個 這個 三天內 就照剛剛那個 之前詹議員講的 但是水利會是不是多給我一點時間 我要跟他要 我再跟他確認一次 但是詳細知道 現在是有 他是 還在更新一下 我想說 希望給議員是最新的資料 這樣子 好 謝謝議員 謝謝 沒有齁 來 請回座 來 勞結束 勞結束 大會主席張議長 副議長 還有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農業處四到九月重點業務跟工作報告 請參閱工作報告裡面的25到30頁 還有169到182頁 我在此先做簡要跟補充報告五項 第一 有機專區第三期的工程 已經在105年的9月23完工 目前在一程序域在辦理後續的驗收事宜 另外專區委外經營的部分 也在10月28號的時候已經開標 然後投標廠商目前是資格符合審查 也預定在11月中前辦理評選工作 第二項是這次很不幸的是那個煤雞颱風 農業災損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在 是中央在9月28號的時候已經公告現金救助 而且各公所在9月29到10月11日來受理農民申請的救助 目前統計各鄉鎮市公所申報戶數已經達到2萬9千戶左右 已經近3萬戶 然後第三項是本縣新設置 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也在10月1號生效 目前自治條例提出的申請畜牧設施案件 目前到這邊統計是91件 本處以另外含請業者就進行計畫的內容 如生產計畫 設施建造方式 還有飲用水源跟廢污水的處理計畫 還有農業失業廢棄物的處理跟再利用計畫 另外也是對周邊農業環境的影響等事項 再提出說明並限期補證 借期沒有補證的將合博回該申請案 第四項是因應106年2月即將實施的 犬貓靈撲殺政策 加蓄所也在11月份開始 並事辦收容所總量管制工作 並配合執行流浪犬的精準捕捉 主要是針對兇猛 具攻擊性或會追車咬人 造成環境跟公共安全危害的犬隻進行捕捉 所以不再送交幼犬 哺乳期跟未開眼的犬隻到收容所 而且這個部分已經跟各鄉鎮施工所召開溝通 精準捕捉原則 並呼籲民眾來配合辦理 那第五項是本縣在榮獲2017年10大神農獎 那目前有兩位 有種植製作咖啡的方正倫 跟台灣魚苗養殖跟無魚子製作零獨製兩位 這是本縣一個榮耀 因為一個縣裡面就拿了兩個神農獎 並榮獲另外一個模範農民 是飼養白肉雞的黃勝玉 跟種植小果蕃茄 甜瓜的陽景祥兩位 這也是本縣農業部分的佳績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上指教 謝謝 來 張婉甄議員 助長您報告得好簡單啊 請教一下那個農業總和園區的進度 然後還有10月28 是不是那個熱活有機園區第三次又決標嘛 招標第三次嘛 10月28決標有標出去了嗎 那有人來投標 要符不符合 要看那天審核之後才知道 所以審核 不是10月28決標 決標是有人來投標 對 啊什麼時候 就預定會排在 什麼時候會知道結果 月中的時候 就要評審 11月中 對 要公開評選完 有幾家來投標 我可能要 我再把資料補上好不好 幾家來投標 你不知道你有沒有在關心啊 當然會關心 對 有幾家來投標 我可能再問一下主辦 我的天啊 好 你給我農業總和園區的進度 好 然後還有就是整個的那個經費是多少 還有我請教你還有那個 煤雞颱風 目前就是摘損現金救助辦理的進度 好 那 這部分的進度表 對 進度 因為每周在更新 對 進度給我 然後 然後 我想我剛好先私下問你 捲陽市溫室倒塌是補助多少 好 因為它有整個表列 我是不是一起 所以你也不清楚 然後就是要在資料一起給就對了 不是不清楚 因為它的設施標準有很多種 比如說塑膠布的部分 好 你把就是這一次一樣 煤雞颱風就是它整個補助的 它還有時間流程 然後一樣資料都一份給我 接下來我再請教您一個 苗圃 就是我們三個部的苗圃 因為我知道你每年都有跟那個 中央要經費要一百萬 然後下去做環境的整理嘛 可是沒有辦法 我記得我在去年的定期會就質詢過您 我就請教過您 就是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把這一百萬 然後就是從一整年都下去做維護 而是要到年中的時候 比如說你一百萬明明它的經費 就是做這位到幾年的 一位到十二位 還是這樣每天都是五位 還是六位比較標出去 然後標案就是要到 就是到它只做到十一月底 可能就是因為你們要結算吧 所以你這個一百萬經費 就只是做短短的這半年 其實它本來應該是要讓你去做一整年的 就是清潔維護跟管理啊 那半年都沒有人經歷啊 這就執行月份 我跟議員回報 這一點我在跟你說 去年的時候 我有跟您說 就是希望您可以跟中央說 就是看經費怎麼樣給我們 讓我們一整年都可以下去做運作 可是到了今年還是一樣 就是只做了半年 那明年度呢 報議員 我是不是資料到時候一起會整給您 然後就如同您在關心 我以前也當過約顧人員 以前我薪水只有半年 沒有領 我也半年才做一次領 這個有時候是會計制度這些 不是不是這個不是你完全沒有了解 好 沒關係你說你要把資料補給我 好 你都一併一起補給我 還有一個就是你9月6號有個決拜一個明查形象館 委託專案服務計劃 我想請問一下那明查形象館是在哪邊 那是農糧署委託的 那是農糧署委託的 我記得是在台北應該是冒險 所以那是北部的 對 好 OK 好 就這些資料再給我 好 我資料再一起會 什麼時候會 反正這提的出來三天內 都沒問題 好 謝謝 來 何子完畢 處長 請問一下大概520新政府上海之後 關於這個農村再生的政策 你覺得你有沒有很清楚 報議員 因為它有很多的更動 對 已經算清楚 算清楚 好 那既然你很清楚 那請把520之後 就是新政府對這個農村再生 給你們的相關的這個政策的指示 或者說 尤其有跟以往不一樣的部分 對 把它彙整給我 對 把它彙整給我 好 謝謝議員 林議員 林議員 不要只給一個議員說全部的 因為我相信應該有很多議員 不知道農村再生 以及現在的新政策 這部分我每位議員都分 剛才就是說 你品牌農業業務 嘉義縣新時代農學院學程計畫 我這次看到才知道說 你們有這個什麼農學院 來 只要提出書面報告 你應該有幕後在幫你登記的 有 有人在記 這個學程 它的目的是什麼 哪時候開始辦理的 參加人員的資格是什麼 監會從哪裡來的 目前已經有9堂課了 每一堂課的你們的課程是什麼 有哪些人參與 好 謝謝議員這部分的關心 記得喔 幫你記的人也記下來 不要給我漏死掉 好 好 如果沒有了解 你會後再清洗林議員 是 不好意思什麼資料 來 張婉甄議員 你不是要再走 沒有啊 沒有啦 農宅那部分我會一起補上 還有嗎 沒有喔 沒有你請回主 謝謝 我們今天去工廠報告 我們議員要 向國局處 要愛的資料 請準時 提供資料給他們 如果呢 有什麼中間不方便的 你們要直接跟議員說 希望國局處都要遵照辦理 我們今天會到這裡結束 好了 謝謝 就應該會被抓住 深淵 湊